政府短编预算 居家湖单位 苦称四年替政府垫钱 社福团体上街请命 薪水低 工作重 区区六千多名的居国员 如何面对快速老化的台湾 面对自我 克服恐惧 如言孩子 缩期大挑战 帮助别人也接受帮助 大家都能一起成长 请听第三种声音 欢迎收看NGO观点 我是纪慧荣 台湾人口老化 在不久的将来 就是2025年的时候 台湾将达到两成以上的老人 也就是说 每五个人就有一位老人 其实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 长期照护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建立 可是政府在编这个预算的时候 是年年入不敷出 也就是承接的 144个居家照护的机构 他们就是在垫钱 而且不断地 他们说是被掏空 不断地在垫这个经费 来帮政府做政绩 可是事实上 这是一个公共政策 而且很需要被关注 因为我们都即将迈入老年 所以这样的一个议题 是值得大家关注 如何让我们老有所养 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抗议长照服务看不到未来 居家服务社府组织的成员 用白布蒙住眼睛 在立法院前陈勤 控诉政府长照经费 连续四年短编 100年少了3亿多 也是动用了第二预备金来支出 101年 今年我们的风灾特别的多 我不晓得我们现在的第二预备金 到底是要动还是不动 根据金建会的估计 2025年时 台湾老年人口将超过 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一 长照需求十分迫切 但是社服团体估算 平均每服务一个个案 服务单位就得帮政府 代电9952元 以全国144个居服单位来看 平均每个单位 必须代电的钱是229万 很不合理 而政府明年度的居家服务预算 也只粗编了16亿元 百名入不敷出更不合理 现在政府补助机构的钱 连人事成本都不够 要机构去募款 等于是向民众要善款 来补贴预算的缺口 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十年长照计划才刚起步 居家服务就面临断吹 老人 失能者 居家服务员该怎么办 看到这个现象 其实大家都会担心 老了怎么办 今天我们邀到的来宾 我首先来介绍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居家服务联盟副理事长 林经丽 季姐 我们两位伙伴跟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 所有的好朋友跟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好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家庭照护关怀者总会的理事长 陈正芬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正芬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 宏道基金会新北服务处的主任 陈焕宇 季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焕宇 好 其实你们都长期做 因为我知道你们上礼拜去内政部抗议 也就是居府团体去抗议 那你们抗议的诉求 最主要是因为政府编列的预算不足 对 所以抗议到现在 也经过了一些时间 大概一个礼拜 如何呢 结果 在我们抗议结束的那天 其实社会师的反应是很迅速的 我们的政府反应很迅速 他马上邀请了各县市的老人福利科 而且要求至少要科长层级的来出席 就是要讨论 然后讨论费用怎么调整跟怎么分配 然后据我所知道 应该没有什么样太大的一个进展 所以你们都还没接到通知 对 而且过程中 听说也在找不同的学者专家在讨论 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接到通知 所以如果请愿都无效的话 你们会有下一步动作吗 当时其实我们会做出这个请愿动作的时候 其实就对我们这个体系里面的服务者来讲 提供者来讲 其实已经是一个大挑战了 因为大家长期都是站在第一线做服务 是很温柔的 所以我们那天的抗议活动 连在场的警察跟记者都说 怎么没有看过这么温柔的抗议 因为大家习惯服务老人 大家是温柔的 可是一群温柔的人 不得不上街头的时候 我想那个产生的沉默的力量可能会更大 所以我们想我们会有下一步 好 刚刚有提到说 你们每服务一人 一年大概还在垫款 将近一万块 所以如果这个机构有30个老人 他一年就要垫30万 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所知道的 是不是每一个机构 服务平均人数大概多少 如果以现在台湾 有三万六千个人被服务 然后有144个服务单位 所以平均一个机构 大概有服务200多至300人 那每年赔个两三百万 我们不能讲叫赔 赔是另外一个问题 应该是说政府 我们必须要先替政府承担 他目前经费不足的风险 政府也告诉我们说 他很有诚意帮我们找钱 结果找的是紧急灾难的钱 就是第二预备金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错觉说 居家服务或长期照顾 是不是也是一个紧急灾难 不然为什么第二预备金 可以动用到这个地方来呢 不过它还是一个钱 不过你们不安的是 因为这种第二预备金 因为它可能随时要去救灾用 可能就被挪用就没有了 它一定不是一个稳定的费用 如果这是一个政府的百年大计 绝对不能是一个 不稳定的费用来支付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居府的预算 跟实际执行经费的预算 其实在2008年开始有长照的时候 那时候是编的 这个蓝色是编列的预算 然后这是实际用 其实那时候编13.8亿 是多余实际需要 然后到这个2010年的时候 台湾快速老化 你看这个需求 是上来 其实这里面也是包括说 因为有宣导 所以这个服务就出来了 那服务出来以后 到现在我们看 其实它实际的执行经费 是18亿 可是只编了14亿.7 那就少了3亿多 那这3亿多 完全是用第二预备金是不是 没错 所以你们现在去抗议 也就是担心明年的钱 是不是还是用第二预备金 对不对 是 我们先用政府来正视这个体系 对我们来讲 大家都是一个NPO组织 绝对不是盈利为单位的 我们在乎的是 整个照顾体系没有建立的话 那这一群有需求的人怎么办 然后政府的态度 如果还是用非常年预算 不一定的预算的时候 那这些人当然是处于恐惧的情况 当然有很多 很多后遗症 很多的效应 其实都是不好的 OK 其实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现在144个 居家服务的机构 其实有人已经喊说要退出了 因为真的是太辛苦 这样子垫钱 然后要先做服务 到最后可能到年底才给你 或到隔一年才给你 那这样子没有成本的一个机构 可能就没办法 没有本钱的机构 真的没办法服务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就是说 如果我们台湾的老化的状况 大家看一下在这里 台湾的老化状况 其实刚刚讲了 我刚开场就讲了 2025年的时候 大概有两成以上的老人在这里 可是我们如果一直看 到了2025年之后 台湾就步入了所谓超高龄 超高龄 这个就会占到 甚至你看到2060年的时候 有四成的老人 台湾这样的社会 如果没有提早准备 而且很快 很快就到2060年 那如果都没有做准备 那我们的老化社会怎么办 其实我想问振奋 以你长期在研究老人 然后再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台湾现在的长照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是不是都没有准备 未来老化要做的 那个体系建立出来 我觉得今天 刚刚听到金利副理事长 谈到说地方政府 就是内政部要找地方政府 来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台湾太小看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就像刚刚季姐谈到的 其实它是整个台湾 应该是行政院层级 要回应的问题了 因为第一个 我们从需求面来谈 它的需求 其实非常快速地在增加当中 可是而且供应面来讲 我们要讨论的是 这是台湾的内需产业 如果你今天真的有大量的人 大家来担任居家服务人员 说我们台湾的失业率 其实就是可以解决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说 这个居家服务的薪资 都没有调整 从我知道进来这个领域的时候 一个小时 这个台湾的基本工资75块 那时候我们的居家服务 为了有诱因是180块 就现在呢 我们的基本工资 已经到103 即将迈入109了 我们的居家服务的薪资 还是一个小时180块钱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其实就加上政府 它没有从整体面去讨论到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 我们所谓国外的讨论 引发产业 它其实是可以大量去供给的 然后你服务的 这老人跑不了嘛 然后你的居服 最好是由本国人来提供语言可以通 你可以陪同就医 你了解它的需求 政府完全没有从一个国家角度 来讨论这些问题 其实对台湾政策的重要性 反而是用什么 很这个跟不上角度的这个做法 所以我想问一下 他召集了各县市来 是不是要县市政府出钱 因为县市政府是有自筹款的部分 就是说台北市跟 就五都的部分 他们其实要负担10到15的部分 其他县市是5% 可是我们要讨论到 这不是各县市的问题 其实它应该是拉到 是行政院处理 比如说我们现在20万请的这个外劳里面 他都要喊交就业安定基金 然后每一个外劳的雇主要交2000块钱 就业安定基金 他们交的就业安定基金 就是本来就要补 我们因为人家请了外劳 所以他就不能用我们的居服 所以你用了20万的外劳 应该让我们这36000个个案的部分 可以得到更多的服务 你说那个钱不是就应该用我们这边吗 结果居家服务联盟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 都有去就业安定基金讨论过 就委员说再研议 所以显示我们的政府 横向之间的沟通联系 他们有从就业的问题 其实我们刚有谈到2025年 五个钟就有一个老人 那个时候的预算应该要编列到多少 你们有没有预估过 我们其实已经算出来的部分 其实十年长照是什么 十年八百亿的部分 一年是八十亿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自己是有参与十年长照的部分 我真的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短缺到这么严重 不过刚刚记者呈现的 那个2008到2009 它为什么会 这个主记处觉得说 我们的质询率差 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2008之前 我们是鼓励民众使用 所以就免费像 你去超市试吃 你试用服务 免费的时数八小时是轻度 然后中重度是16小时免费 可是我们就发现说 民众只用免费的 试吃完就不再买了 所以在2008年 十年长照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变革 是改成每一个小时都要自费 所以这个其实服务使用 是说让民众可以了解跟认识 说你过去超市就试吃 那你现在已经知道 何为居家服务了 你已经进来了 所以其实到2010年2011年之后 其实这个居家服务的使用者当中 一般户已经占了九成以上了 其实我们的民众已经认识何为居家服务 他也愿意共同创造这个研发产业 可是政府却没有跟上这个脚步 其实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家庭照护者 因为其实他很重要 居家服务很重要 可是大部分都是家人在吸收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就是家庭照顾者 你看大部分都是谁 儿女占了56% 然后配偶占了38% 手足2% 孙女 你看孙子女2% 长辈1% 其他5% 所以这个都是家庭照顾者在照顾 就占了这样子 可是大部分的居家服务的居服员 台湾才6000多位 好 我想问一下 在台湾其实居服员跟家庭照护 为什么居服员那么重要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OK 那其实季姐如果知道长照的体系的话 就会发现说 其实长期照顾顾民私益 它需要非常长时间的 那以我们国内的民情来看 绝大部分都是家人 不管是舍弃他的工作 或者是说牺牲他的休闲时间 来照顾家里这个失能者 那照顾服务员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人家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而且其实在生病的人 失能的人在他生活不方便的时候 其实情绪也相对的会受影响 所以其实照顾服务员 介入这个家庭 除了提供减缓他的那个照顾压力之外 其实他也可以提供这个家庭照顾者 很棒的一个支持功能 因为平常我是家庭照顾者 我可能面对的就是这个失能者 我24小时相处 我有什么话我没办法找人去说 但是如果有照顾服务员来 他除了帮我分担压力之外 他还会告诉我怎么照顾会比较轻松 然后会听我在照顾过程中的一些心酸血泪 对我觉得这个对家庭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程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谈一下 居服务员就是到你的家庭去做服务 他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OK 目前的话照顾服务员到家里 主要提供两大块的服务 第一个就是生活照顾类 包含说协助他去邮局带办一些事情 代购物品或被残这些都算生活照顾 那另外一大块其实就是身体照顾 身体照顾就比较好体力了 包含说洗澡 对 洗澡洗头 口腔清洁然后剪指甲 这些都算是身体照顾 主要是这两大块 所以他们并不是住在他们的家里 而是就是像上班室 或者几小时的一个购买服务 是 是 是 那现在我就回到您 你在这边看到了居服务员 现在政府的负担的那个比例 大概是多少 一个小时 而且实际应该多少 那为什么政府每年训练这个7000多位 为什么只有六成的人愿意留在这里 那是不是太辛苦 然后薪水不足呢 你要不要分析一下 我想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这一个陈老师所说明的180的问题 180块钱是居家服务单位的总收入 所以 一小时 一小时的总收入 这180块钱其实并不是全部是政府给的 政府给多少 政府只有给126 126 民众致付54块 所以这个居服单位给180 得到180 然后呢 这个 行政成本呢 服务员更扯的是 他要求给服务员的薪资至少150块 时薪 150块 其他的30块钱 必须一样继续用在他的福利跟奖金跟待遇上面 所以也就是说在政府的设算里面是 你的收入180 包含你自己的民众自费 180 你要付出180 那这些居家服务单位是什么 我们发现我们好像是政府借牌雇工的单位 然后事实上它真正的成本 绝对不是只有180 我们有试算过 如果以一个时薪 150块的成本之下 一个小时的成本差不多270 用人成本 整个用人成本 包含了劳基法 劳健保等等的这些东西 其实在这边应该讲一下 你到一个公司组织行号去工作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管理的成本 然后有很多我们叫 headquarter 或者是说那个 我们在讲的 那个叫看不见的一些成本都在里面 对 其中我们这270 事实上还只是政府要求的成本 比如说他们现在完全适用劳基法 在劳基法架构之下 所产生的所有的成本 这样加一加要到270 包括休假 劳健保等等这些 所以一个小时至少要270 对不对 对 那所以政府给了120 然后民众负担了54 那真正的居服员拿到的是150 那可是还有其他的福利奖金 这个还要机构另外付 是 没错 所以我们为什么才说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比较风险大的情况 然后再来刚刚有提到就说 为什么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的 居服员是少的 其实并不少 我们不能被这个政府的数字骗了 事实上居家服务跟老人福利机构 其实它都是整体台湾的 整体的照顾人力需求的场所 包含了医院的看护也是一样 包含了护理职驾也是一样 所以政府一直说 当你居家服务单位的人太少 所以是不是你的福利待遇不好 所以呢 我就强迫要求你的福利待遇要提高 结果呢 好了 过来的一些人 其他地方少人了 所以问题出在哪边 政府训练的母数太少 训练的人太少了 不是出在这些 我是不是可以做个比例 就是说一般在医疗系统照顾的人 一天都可以拿到上千块 这种居服员 我去家里照顾过几个小时 我才几百块 1比1一天就是20小时就2000块钱 可是他如果跑 在不同的单位之间跑 他时薪只有150块钱 所以很多欧巴桑就会说 那我宁愿去那里洗碗好了 对 这个就是整个在照顾上面的一个选择线 如果以24小时2000块 他的单位在一个小时 才70几块钱 所以事实上居家服务员 它很不容易的原因 其实不愿意进来的原因 其实都不是钱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可以扣印进来 因为我相信可能你们有用过居服务员 那到底它对你帮助大不大 你们可以打电话来分享 来我们现在接台北的徐先生 徐先生请说 主持人这个三位来宾好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话题 因为我们就像如果那个前面的图标 我们迈入这个老年社会 那在我们之前 有没有其他的国家 也面对这样的问题 他们怎么 我们怎么去接近人家 我们最晓得这个欧洲 也是北欧 他们是社会福利国家 甚至我们邻近的这个日本 他们怎么在面对这样的问题 刚刚提到的很好 我们其实是应该把这些居家服务员的 他们的薪水要提高 最好是拉得相当高 一个小时三百块 或是更高 在下面问一个问题 谁来付这个钱 是 谁来付这个财政能够允许吗 我倒是有一个 这个粗浅的看法 就是说 是不是每一个人给他一个quota 就是给他一个额度 在这个额度 你用完了就没了 因为以我们现在的状况 我当然希望无限制 每个人都希望 这无限制来使用 不过我提出这样一个看法 也请这个赛座回答我说 别的国家他怎么来面对 所谓的长期照顾 谢谢 你问得很好 谁来付钱 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请他们来回答 来高雄的田太太请说 您好 我家里有一个卧宠的家人 那我自己曾经有 请他们来评估过 因为他是极重度的 所以他评估 我可以一个月有90个小时可以用 其实指数不少 可是我发觉说 我们的长照真的很不好用 当然说这要站在说 如果站在居服员来说的话 他觉得说 那我就是8点5点 超过5点之后我不能服务 可是问题是病人的照顾 是24小时 尤其是极重度的病人 完全没有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 那我们家人需要喘息的时间 也许我临时腰受伤了 因为我要每天报他 结果我要受伤了 可是我要必须等 我提出申请之后 我还要等他们排到 所以这个期间你就很难过了 对 那这段期间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还有就是我们给居服员 这个问题上次我有问过 那今天也有讲了 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成本 那我觉得说真的 政府的钱有的时候 真的 不好用 然后不够弹性 才最少了不够 那这个可以在一些 做政策性买票的这些费用 不要乱花 都在真正需要 因为我们很快 马上接着就要五个人 就一个是老人 我们政府都没准备 这么北欧国家 日本国家 这么多人 做得这么好 难道我们的政府官员 没有眼睛看吗 不可能吧 你们公共电视都找得到 这些资讯 那为什么主政策 他不进行一点 找出方法来 好 田太太你说得好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讨论 到底政府的这个 能不能再谈性一点 来台中的刘小姐 刘小姐请说 你好 我是居服员 我之前也是在医院里面当看护 可是很多的看护的心酸 政府都默示了 只注重那个外劳 对不对 台湾的一些 一些看护的福利都没有 都是默默 大家说默默的承受一些 就是说 你说一天两千块 对不对 可是要给人力公司抽一成 那实际上 所得才多少 会到医院里面的 都是 那个背后里面 都是有家里经济压力蛮大的 所以你当居服员 你后来去医院了是不是 不是 我是之前 因为家里经济也是很 对 所以你就在医院里面 对 可是医院还要被冲 因为我小孩子 我怕他读国中有叛逆期 所以我必须再回到家里面去 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还是需要有一些 那个经济基础来 维持这个家庭 是 所以真正的居服员的收入 是不太稳定的 是不是 去服员 你如果说 好刚好 我这个月有 我手头上 有八个case好不好 来三个去住院的话 我一天下来 我能做几小时 是了解 对 好 谢谢你的意见 真的很好 因为你打电话 进来分享 来 桃园的魏太太 请说 你关于这个家庭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政府这个美意是很好 但是呢 这个从申请到来签约啊 这个时间太长了 假如说我像我照顾病人 照顾到已经受不了了 才会去申请 结果申请以后 又不能马上用到 要多久 他一搞就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说真的 我已经被病人折腾到快 自己都比病人还要 要病得更严重 OK 好 谢谢魏太太你的意见 这个从申请到 真的居服务员来 要一两个月 真的是太久了 来我们新主的江小姐 请说 喂 你好 我是因为家里有两个 身脏的小朋友 所以我有申请居家服务 我是觉得这个居家服务的人员 给我很多的帮助 是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来 就是因为我两个 身脏的小孩要照顾 所以其实他 他们他来的时间 算是短短的时间 因为时速的限制 所以我没办法说 申请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个自我调整 还有心情的放松 很好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跟他们谈的时候 我会觉得他们 真的是蛮辛苦的 就是因为要 常常不同的点这样子跑 所以你用了很感激 居服务员的帮忙 对不对 对 好 谢谢你的意见 其实我们刚听起来 甚至还有居服员打电话进来 不过他们普遍提到一个就是 居服员的申请不够弹性 时速不够 真的是这样子吗 因为你们机构有做 是 其实应该不能说 那个时速不够弹性 它是有限制的 目前的话 以十年长造计则计划来看 最长时速就是90小时 那90小时其实家属是可以运用 就是自己安排说怎么样分配这90小时 在这个月使用的 对但是因为目前居家服务的排班方式 都是用固定颁表 那用固定颁表就没有办法很有弹性的使用 像说我可能就是要固定 例如说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然后三个小时 对那如果说我礼拜三 我想多加两个小时 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服务员下面还有其他的班 对所以其他的班是固定的 然后最高有限制 所以没有一个团队就是那种 机动性的可以随时应应这种 比如说他突然腰闪到了 那怎么办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现在没有 其实我要补充一下 刚刚所提的这些问题 包含弹性的问题 包含这个期限时间太长的问题 这些事实上就是一个照顾体系 要去解决的事情 然后现在这些问题之所以会产生 代表就是我们这个照顾体系还太弱 事实上真的太弱 没有弹性 我们现在照顾体系就像只是 政府给的是一瓶清水 可是却叫你煮出一碗海鲜汤 就是要很多元 你怎么可能煮得出来 所以刚刚讲的人力不足 包含的这个食数太少 而且从99年开始预算不足之后 100到101年 服务居然开始往回走 走回轻度化的倾向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后来我们研究跟我们观察结果是 因为整个照管中心在发掘经费不足 所以他开始在尊杰之初 你是中度需求的人 重度需求的人 我先给你降低时数 因为他超出经费不足的 其实我刚刚很感慨 打电话进来大部分都是女性朋友 其实我们看到家庭的照护者 大部分都是女性 80%都是女性 那这样子的一个替换 其实他们很需要居服务员来帮忙 居服务员也大部分都是女性 对不对 女性帮助女性 女性帮助 不过刚刚有一位提到了 说能不能有额度的问题 其实我们是有额度限制 对不对 那可是这个部分 他建议说应该提高到300块 这个等一下 额度跟这个部分要澄清一下 是我们轻度是25小时 中度是50小时 然后重度是90小时 这是政府补助的 可是你可以再额外购买 就是你自己比如需要100小时 那这超过10小时的部分来讲 是你自费 所以我们要先厘清这个部分 不是说那现在问题是 你即使想自费买服务 你也买不到 为什么每个人都有颁表 因为没有居服员 对 可是这个是刚刚启物 第一位观众朋友在问到 是体制可不可以解决 欧美国家怎么处理的 培训嘛 我们现在的培训的部分都是公费 都是政府我们很多的编列预算补助 结果呢 我们没有要求他什么 你拿了我的公费补助之后 你必须怎么样 提供服务 没有啊 我们只有实习结束完之后 他就自己去选择职业了 我一直在主张的是 你要干嘛 你要回来我居家服务单位 你要回馈我40小时或60小时 你不做 很抱歉 你的所有的那个教育训练的费用 全部还给政府国家 政府一年训练7000多位 对不对 这个够不够 这个够的问题的部分是 他要进场来服务 他们就会有机动性 随时在他们办公室 需要谈性的人 我就派这些人出去 其实也不够 我们说这样的统计 每一年训练7000多位 其实真正进场到居家服务只有6成 所以4000多位 那144个组织 去分的话 一个人才分到三位 应该这么说 这个台湾的整个 正式照顾体系 我们不要算医院的看护 从包含的老人福利机构 护理自家 包含居家服务单位加起来 包含伸张的机构 有1900多个 所以每年政府所训练出来的人 有进场 其实有6成留下已经很高了 已经非常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有一两成是发现 真的个性不合 还有一两成是 没有就业意向进来受训的 所以有6成来讲的话 好 06成进来4000多位 跟1981个单位 所以你预计应该要 一年要训练多少人才多 我们认为 如果要应付真正的需求 一年至少要训练2万人 好 一年至少要训练2万人 台湾能不能这样做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 待会儿继续讨论 家人24小时要找你交货 你等这么多人来 你放不掉 你飞啊 你飞 你怎么不飞啊 靠你自由 你干嘛不飞 所以你的意思是 想要这只鸽子 飞去找你女朋友的前男友 就请她的前男友 把性交给你女朋友 告诉她你想那一行 可以了 飞起来 飞啊 快点飞 鸽子接恋着土地 而鸽子男也爱上了 这位陪她放飞的女人 我觉得 她们在一起的时候 为什么是啊 这里是我家啊 你真是找到男朋友啊 你飞啊你 温温 我就是陪她放飞的女人 她真的很爱你 现在鸽子也飞了 你回来吧 欢迎回来NGO观点 其实今天我们谈到 这个老人化的社会 其实台湾真的要很可怕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在1960年的时候 一个老人可以对应这么多孩子 18.3个孩子 可是现在呢 我们就回到这个2011年 一下子孩子都不见了 一个对1.4个孩子 那如果我们再对应到2030好了 两个老人对一个孩子 这很可怕 就变成说老人的社会 孩子是少的 然后再对应到2060年 有四成的时候 就是说四成的老人的时候 你看 四个老人对一个孩子 其实这里面就是表示说 台湾的社会一直在老化 然后我们又是少子化的一个社会 所以其实真正如果全部都是变成家庭来吸收的时候 子女怎么吸收 你看这样一个人要照顾四个老人 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政府真的应该挤起脚步 挤起直追 才能够赶上这个社会的老化 所以谈到这里 您刚刚提到说政府编列不足 才编14多亿 可是真正今年的需求是18亿 可是我们如果放眼看到 未来这么多老人 其实一年至少要80亿以上 对不对 我想这个可能还远超过这个数字 很多的需求是家庭吸收掉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现在使用外籍看护工的 完全不给 是不给 这些有19万个家庭 所以19万个家庭是申请不到居服人员的服务 所以这些钱政府也完全不管 完全不给 就是家庭自己吸收 对 再来就是政府它给的钱太少 所以事实上还要NGO组织 从这个这个这个 它的基金里面拿出来 可是这些事实上也是来自民众的捐款 所以如果你以足额计算 以这一个符合成本 照顾到有需求的人的时候 现阶段被照顾的人 把他照顾进来就好 我看80亿是不足的 其实这个时候政府就会讲 政府没钱 那但是大家就要问 那到底政府如果这么穷怎么办呢 台湾以后的每个朋友们 你就会想说 我老都没人叫过 这儿又老保又出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我真的要想要问一下 说政府到底钱应该要怎么用 是不是这一块是最重要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 50岁的黄先生 16年前发生车祸 颈部一下完全不能动 十几年来 他的生活起居 洗澡 吃饭 上厕所 全在这张床上 那里面都没有味道嘛 对不对 你每天来 每天 礼拜一到礼拜五 几个小时啊 两个半小时 严淑华是由政府补助 协助照顾他的居家服务员 目前在台湾 总共有6300多个居服务员 专程到失能老人 以及身心障碍者的家里 去照顾他们 不过从事照顾又脏又臭 他们的工作实在很少人愿意做 而且这种吃力的工作 实心只有150块 有的长辈他会把我们当成廉价的排用 比如说 你把他整理居家 你都有差了 他还是会这样子 还会这样子弄 检查一下 看你有没有 看有没有灰尘 要做这个工作 其实真的 当初真的不习惯 真的做不来 我边做边哭 人力一直是台湾要发展长照 最大的难题 唯有提升照顾员的专业形象 为他们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 让更多热习加入 台湾的长照才能可长可久 好 台湾的长照 要提升这些人的专业形象 居服人员 其实是 他刚刚在影片里面讲到说 他被当成台庸 很心酸 其实现在居服员 是不是真的 就是没有专业形象之外 而且还被贬低 这个 我还是要回来讲 制度出问题的 这个 我们政府告诉民众说 居家服务里面 可以提供两大类的项目 一个叫身体照顾 另外一个叫家务助理 家务助理就是清洁 所以这是政府告诉民众说 你可以用这些人 来做这个事情的 那所以当然大部分民众 一定会使用这个服务 有超过一半的服务内容 基本上都是在家务助理上面 其实你不觉得应该做家务助理 对不对 我认为如果是由一个政府所推动的一个国家政策 专业性的政策 就是要专业来做身体照顾 所以家务清洁应该可以另外再想办法 对 用另外的模式 包含日本借户保险 他们用生活支援员的模式去做 借户室就是做借户室的工作一样 所以如果当我们居家服务员 永远都还需要去扫地 扫厕所的时候 请问 专业形象 是在什么地方 如果护士需要扫厕所 需要去做跟居服务员一模一样的家务助理的时候 护士还被人家认为他是有专业形象吗 所以我认为最大的根源是制度面的问题 至于其他怎么拍再多的CF 我认为都只是治标而已 其实现在台湾到底需要多少居服务员 我们来看一下 失能人口的推估 其实这个是卫生署的一个推估 就是说在2011年就是今年 就去年 我们看到的120万里面 这只做到120万 其实蓝色的这一块 就是65岁以上失能是41万 所以现在失能的人口是41万 然后5岁以上的失能是蓝色这一块 就是总计是67万 可是这67万里面 大概有25万的家庭 是找了我们说的外劳 那其他都是自己吸收 那就是20几万的人真的要自己吸收 然后居服务员能够服务的才6000多人 他们服务了几个家庭 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 现在6000多个居服务员到底服务了几个家庭 36000个 现在有3万多个个案的部分 所以那这样服务3万多人其他人都服务不到 对 因为现在居服务员就是少 大家不进场 或训练的人不够多 所以很多人都还在外面排队等居服 所以才会有那种状况是我等很久 当任何一个服务你告诉他说我要下个月才给你服务 他一定会另外想办法的 他另外找机构 找外劳 找其他的各式各样 先满足他的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大量希望整个居家服务 他弹性化 储备足够的人力 甚至你在储备人力的时候 你怎么去让旧安定基去支付提供给他基本工资 你就在那等 就在居服的单位里面等 我随时派你出去 让民众的服务的需求可以满足 所以这里面我倒是提到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外劳也变成这种 我们叫居服务员 你们这边也打算这样发展对不对 是 你要不要谈一下 OK 目前的话其实刚刚拨电话 call in的民众有提到 就是当他有假日或者是夜间的服务需求 其实长照大家都知道 只要说卧床的话其实真的严重 是24小时需要人家协助照顾的 那问题是我们本国籍的照顾服务员 连正常班都排不出去 更何况我们大部分的服务员 刚刚提到是女性又是中年女性居多 那中年女性的话 她大部分下班时间到 她就要回家煮饭给孩子吃 所以她要照顾自己的家人 对 照顾家庭 所以其实我们在夜间或是假日服务室 非常难找到照顾服务员 就算有都要去拜托 拜托你出来接一下 这个阿公多可怜 一定要来这样 对 所以我们目前在构想一种服务方式是 利用外籍的看护工 他不是要来抢本国籍照顾服务员的工作 他是来补我们照顾服务员没办法提供服务的这些时段 所以他其实算是补充性的 不是要来抢本国照顾服务员工作 可是这个工资 政府目前有在想要规划 可是他变成外劳的工时是要到200多块 那我们台湾的居服务员才150 这样公平吗 应该这么说 他计算出来外劳用基本工资 一百零几块的架构之下 算起来的每个小时成本要240 台湾呢 这个我们的一个小时至少150的情况之下 只给我们收入只180 是 不合理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我们很支持 有中典外劳这种多元性服务的一个产生 这可以对我们的台湾的有需要被照顾的人 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照顾 是 可是这边如果要用外劳 我们又产生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大家都说我们的长照如果靠外劳 永远没办法建立我们自己的体系 是不是这样子 对 我们最担心一个状况就是说 如果诚如真的正如所说的长照保险证的实施了 当每个人都缴纳费用之后 就有资格来申请服务 好 我们都顾许不要论说还没有跑出来的需求 现阶段那19万个已经使用外籍抗护工的这些人 他都有资格使用居家服务 请问问人是19万 还有应该说6300个本国籍的居服务 PK19万个外籍抗护工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的事情 我讲一下 政府是规划在105年的时候开始要做长照保险 那一旦长照保险开始大家都保了 那他就有资格去申请这个居家服务 那以前的那些我们说的他自己吸收自己找外劳的这19万个家庭 也有资格申请 那需求就马上请到出来了 所以政份你怎么看 我们觉得其实政府还是要去省思 是其实这20万个将近20万请外劳家庭当中 很多是曾经用我们居家服务的 只是因为居家服务他没有办法满足 他已经变成是需要就60小时 可是居服单位说我派不出人力 或者是你需要夜间 你需要周末 很抱歉我不能提供 所以他才不得已他结案 他变成是请外劳 他这个状况是他被迫的 所以我们在讨论的部分是一直在呼吁 是本劳跟外劳怎么共存 要真的谈的是这个20万跟我们这个部分共存的状况 也就是说这个外劳在休息的状况之下 或者是他这个比如周休一日等等的状况 我们的本劳就要进驻嘛 所以你才能把这19跟20万的人吸纳进来 所以我其实也会呼吁的部分说终点外劳很好 可是台湾有太多产业 台湾这个这么发达的状况 我们有7-11 大家都打大夜班 大家都愿意晚上上班 所以居家服务一定有某些事情是怎么样 这样大家不进场来做的 包括年轻人都可以进场来做 像日本的状况也都是这样 日本人也有年轻人做 日本的老人福祉系 他大量引进怎么样 我们像台湾也模仿 我们有这个老人福祉系的学生 然后全台湾将近有12所 可是我们大学毕业生毕业了之后 家长说 我花了4年学费 我的学生进来去当看护工 可是日本是怎么做的 因为政府觉得说 这个是内需产业 我不想要外劳化 所以我自己垫高薪资 我就让我的毕业生都进来做这个照 所以他们平均一个小时多少 我可以问吗 他们可以拉到将近 大概台币在500多块钱 500多块钱 所以他们的大学的毕业生 会进来当照顾服务人员的 我们就会问说 你是社工毕业耶 你怎么回去当照顾服务人员 因为借户保险有给付 我的薪资是稳定的 而且政府不让这个工作让外国人做 所以他就会鼓励什么 这个年轻人进来之后 你5年之后 你可以累计考照顾管理师 你有垂直流动的机会 那资深的居服务员 你可以留下来当其他居服务员的督导 你有提供各种职业申迁管道 所以我们在讨论就像刚经历的 副理师长谈的是说 这个职业是没有被审慎思考过的 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工作 其实经过寝思 它会吸引年轻人 吸引大家进来投入 可是政府没有花心思 在这个劳力密集的产业上 其实你还很年轻 那你现在在做这个老人的工作服务 你看年轻人愿意进来吗 以照顾服务产业来说 的确有像刚正芬老师提到的 家里会反对 他说我给你栽培到大学 不要专科好了 那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 就目前的话 很多民间的民众 他还是觉得说 照顾服务是很累的 他的职业阶级是比较低的 OK 那如果照正芬刚刚讲的 一个小时500块 能不能吸引年轻人进来 我觉得薪资会是一个 非常大的心理 但是另外一部分 刚经历理事长讲到的 就是这个服务 工作内容 对 他的工作内容的确也是 是不是 如果我有专业的技巧 但是你还是叫我去打扫 然后打扫完还要再检查 那这样子的话 我猜那个年轻人 他愿意投入的机会 也不会太大 所以刚刚的建议是说 居服务员能不能完全 做在身体照顾上 其实我们看失能的人口 这么多 其实做身体照顾 都已经没有时间 怎么可能还在做 清洁的工作 对 所以没错 就是说我们 以日本跟韩国 他们当时实施 长照保险的时候 他们当时的服务 函概率只有三成 他们就敢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发现 很多的照顾需求 是家务性的 是 所以这些是可以暂时 不用去提供它 没有那么严重的 好 那我们台湾就很特殊了 我们把家务跟身体照顾 放在同一个服务模式当中 由同一个人去提供 所以我们现在 让整个专业形象 没有办法提高 这是个问题 再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会支持 终点外劳进来 support我们整个 台湾的照顾体系 那我们提出另外一个思考点 就是说 其实不是只有时间上的互补 是不是进一步思考 在工作内容上的互补 是 所以这个整个体系 我们讲起来都是需要钱 可是现在政府就扫编 然后就说没有钱 而且还甚至动用第二预备金 所以在看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证问你怎么看 因为事实上政府 他就跟你讲真的没钱 那这个钱要从哪边生出来 我刚刚就谈到了 就业安定基金 这20万的外劳的雇主 每个月缴2000块钱 进账4亿 每个月是4亿的就业安定基金 一年就有48亿 钱在那里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资源措置 比如说大家看到放烟火 大家说一放就好几千万吃了 其实他能够制造多少的就业机会 能够照顾我们的老人 其实如何 我们说的这个整个资源的措置 能够把它找回来 其实政府是有钱可以做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谈一下 这些居服员 我们在讲的这样 政府到底应该可以 怎么样去建立这个专业形象 是 其实目前的居服员 大部分是中高龄妇女 那他们受的训练 是90小时的训练而已 那90小时的训练 再加上自己过去当家庭 祖父的一些本能 就要推上战场 其实我觉得是还蛮残酷的 所以这也是很多 照顾服务员中途夭折的原因 因为照顾失能的长辈家里 他们一定不是太好 所以他们就很快就流失掉了 那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长期来看 照顾服务员怎么样培养 这个议题的话 应该是层级再拉高一点 从学校教育里面就需要开始做 像郑文老师刚刚提到日本 他们有在做介护士的培养 我们国内也有老人扶子系 对 那如果现在已经有在做这样子的训练 怎么样让他产跟学可以连贯在一起 我觉得这反而是可以解决比较长久的问题 所以你怎么看 如果说真的要让年轻人 愿意投入这个行为 除了薪资之外 其实要让他们觉得说 这个产业是有希望的 对 所以要怎么做 还有就是做这个产业是有价值的 我再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的照顾服务员 有这个技术师考照 叫单一级技术师 所以他是有获得国家认证的 一个专业工作者 那考照的内容中 全部都是专业的照顾的 这些项目 这些素科 很严格 结果他考完试之后 他到了第一线 按家去做服务的时候 依然被人家叫去扫地 这个就是没有那个吗 对 所以这是因为我们的服务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清楚的分级 那当然这个比较好的专业工作者 他就不愿意进来 所以他会到哪边 为什么他会到机构去 甚至为什么他宁愿 领比较少的时间 工作时间比较少 他要到医院去 制造那边工作的内容是 单纯性的照顾 可是在居家服务体系的时候 你在一个个人的工作环境当中 在非专业的劳动的环境当中 你要面对的是 可奈跟可奈的家属 而且被要求的是那么多 好难了 太难了 其实我们刚刚今天谈这么多 我们在讲整个造户的 这个是不是一个产业 政府在这个产业 是不是能够投入 更多的策略规划 怎么样让这个产业是一个 有越紧的 然后让我们台湾的社会 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我老了没有关系 而且不是只有说 我规划个一个 长照保险就能解决 如果没有服务系统 是完全不能解决的 也不能只是靠外老 所以台湾社会要怎么走 其实值得我们去关注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老人 都能够老有所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你去发现 NGO 我们要带你去溯息 来看一下这些 颅檐的儿童 如何透过这个溯息 能够找回自信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经过很多 逆流的漩涡 然后在那个逆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 大家用 就是手拉手的方式 然后把一个一个 就是从漂流到很远的地方 然后就救回来 我相信我会很安全 然后我相信我的队友 生了孩子没人带 也乃请你看着办 第三个月我就忍受不了 我结果Lulu你带回去带 我真的没办法 其实我就有点很难过 觉得说我好像一个孤儿 没有人要帮我带小孩 我说我不可能的 假使她出了十万块 请我照顾 我不会给她照顾 妈妈就跟我说 你千万不可以再带回来 每天都靠精神 好 今天晚上九点钟 爸妈熊很大 你说我安稳容 只剩一遍 心碎前一秒 用力地相拥着什么 用心雕塑你心酸离药 想留我 优美的旋律带着您一同回到公事频道 那些年 我们的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和一位手足或同学参加 着装时他们相互帮忙 培养默契 学员分成三小队 着装完毕立刻出发 他们对于要跨出第一步 总是会比较担心 那这时候如果有一位 手足来陪伴着他 其实也可以给予他一些安全感 因为先天外观的不同 部分学员会有自信性不足 退缩的情况 透过挑战性闯关活动 让他们增加自信 肯定自我 站起来 对 站起来才减少 那他水的阻力 然后 加油 学员因为害怕而松开手中的绳子 教练马上鼓励他不要放弃 已经过关的队员 也在一旁加油打气 在过程中 队员不时伸出援手 帮队员一把 全体慢慢往前进 我们要经过很多逆流的漩涡 所以在逆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大家用 就是手拉手的方式 然后把一个一个 就是从漂流到很远的地方 然后就救回来 我相信我会很完全 然后我相信我的队友 就拉他一把 或是别人拉我一把 前进到水潭时 为了建立彼此的信赖感 学员连成一个圆圈 漂浮在水面上 面对跳升潭的关卡 有的学员选择慢慢下水 有的学员则是愤怒一跳 一举扫除心中的恐惧 团队建立起来之后 那他们的互动就会更多 那当更多的时候 就会愿意把你的手伸出来 对这个是一个 每一个环节除了需要别人之外 自己愿意跟自己愿意突破的 那个关键点 才是真的可以帮助到他自己 因为这样子的经验 才可以带走 一路走来 学员关关难过 关关过 彼此的手越握越紧 感情也越来越好 大家同心协力 克服凝聚 我可以等 出来就是他认识朋友 人家害羞也没有用 大自然是生命教室 利用素希的课程 让学员在互助中 培养 环节 助人 以及自我挑战的精神 我每天跟他相处 但没什么不正常 所以我不觉得他有 博文 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吗 要我帮你参谱着吗 谢谢 跟朋友互动啊 然后一起体验互相 还有团结的重要 这时候我只要跳去 我只要成功 我只要跳 会跳 对 长达六个小时的硕西挑战 学员们不只要学会帮助人 同样也要学会被帮助 因为助人和被助 是一样的重要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想一想 当初我在跳水的时候 也是很犹豫 很挣扎 可是一出去马上 好像没有那么难 好像没有那么可怕 经过这一两天的相处 我觉得他们有慢慢慢慢 愿意去表达 愿意去突破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成长了 经过硕西挑战 如言孩子们不知不觉中 心态成熟了 自信也增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